2022年宜蘭绿色博览会3月26号到5月8号 将在东山河生态绿洲登场 活动为期四四天 目前正在展开人力招募作业 预计要招售81名短期工作人员 招募的组别分为行政组、票务组、活动组跟交通组 欢迎有活力有热忱想要短期打工的民众 加入绿博这个大家庭 2022年宜蘭绿色博览会预计于3月26号到5月8号 在东山河生态绿洲举办 那今年预计会招收81位工作伙伴 报名的时间到2月25号截止 每一年我们都很感谢有很多热忱的伙伴可以来参加绿博 那今年我们预计会招收81位的工作伙伴 有票务组、行政组、活动组跟交通组 那欢迎大家来参加 今年绿博招募人力的报名日期到2月25号为止 在通讯报名或是现场报名 截止收件后会在3月8号举办征事 3月14号公布录取名单 而通过征事后必须要参加培训课程 包括服务概念、活动介绍、紧急应变处理、人际沟通等课程 提升工作人员的服务能力 招收行政、票务、交通跟活动四个类型 那么报名的时间到2月25号为止 那我们可以采用通讯报名 就是把简账寄到南洋农业发展基金会 获得到现场来报名都可以 2022年的宜兰绿色补兰会 移师到东山河生态绿洲举行 为期四四天 今年是以梦幻岛屿为主题 而加入绿博的短期工作人员 依照劳基法规定 每个月的薪资是25250元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上宜兰县政府的网站 来下载报名简章 了解详细的真材资讯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真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讯